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 时间过得非常之快 一会儿,一年又过去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竟在网上胡扯了 都忘了自己是一个喜欢摄影 而且又喜欢音乐的人了 今天没有别的事儿 咱们就再一次聊聊相机 分享一些数码相机的使用感受 希望对朋友们有点小用 玩摄影,使用相机的朋友都知道 数码相机最大的区别 莫过于机器的大小 本质上就是成像单元图像传感器的大小 有的叫全画幅 图像传感器的尺寸是36毫米乘以24毫米 有的是半画幅 图像传感器的尺寸是24乘以16毫米 当然还有更大的中画幅、大画幅 也还有更小的M43和1英寸以下的手机 底子越大 相机就越大 镜头也越大 必然也越贵越好 但是价格可是天壤之别 从几百元到几万 十几万 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关于这个相机的性价比 可以用一分钱一分货 一毛钱两分货 一块钱三分货来比喻 您可以细品 从相机的品牌到机型 从性能到品质 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 今天就简单一些 所以说数码相机最核心的成像单元 也就是图像传感器 也叫CMOS 聊一聊全画幅和半画幅 分享一下哪个尺寸的相机 更适合我们这些普通人 普通的摄影爱好者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既与钱有关 也与认识和精力有关 个人见解 仅供参考 仅供娱乐 咱们先从两种画幅的最初来历说起 早期的相机都是胶片的 胶片也叫底片 是成像的核心 它对光很敏感 透明基带上的光明化学物质 是锈化银 点化银 统称为卤化银 它们见光能够分解 合理曝光以后 用化学方法显像定影 得到的底片的明暗和实景是相反的 大家都见过底片 然后再反转到相视上 就得到了我们看到的照片 底片越大 相机和镜头就越大 于是就有了不同规格的相机和镜头 以配套的胶片结合使用 最常见的就是120和135 老玩摄影的都知道 老一些的120胶片是60乘以60毫米 方形的面积很大 但是从胶片的化学物质的成像能力来看 这个135胶卷就是36毫米乘24毫米 这样的胶卷胶片就能够完全满足要求 普通的电影胶片也是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的胶卷也就成了胶片相机的主流产品 电影胶片也因为生产的原因 成本的原因大多都采用了这个标准 随着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们发现通过电子成像的办法 也可以实现影像记录 于是就有了数码相机 这就有了电子成像传感器 也叫CMOS 而这个相机本身的机身的结构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个电子底片 也叫CMOS 到底多大最合适 其实并没有定论 它既取决于使用场景 也取决于人们对画质对像素的要求 为什么这个36毫米乘以24毫米的底子 叫全画幅 就是因为最常见的135胶片 它的尺寸就是36乘以24 本质上它并不是最好 也不是最全 这个全字往往就会给人一种完美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 这个全画幅的CMOS 它的大小也只是为了迎合胶片时代 最流行的胶片的尺寸 也是为了更好的匹配之前的机身 和已经拥有的大量的 可以更换的镜头 也受限于当时的制作工艺和模具 同时也已经形成了习惯 简而言之 就是全画幅的传感器的尺寸 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尺寸 而只是一种惯性 或者说是一种习惯 仅仅是一种妥协 就跟很多并不十分科学的成型的产品 延续使用生产 是一个道理 这个APS-C半画幅 也是继承了半画幅胶片的系统 那个时候 这个半画幅的胶片相机还很少 我估计在座的各位 可能基本上都没用过 它是1996年才有的 这之前的50多年 35毫米的全画幅相机就已经有了 从这个35毫米全画幅到24乘以16毫米的这个半画幅 实际上是一种优化 是一种进步 而不是阉割 在能够提供相似画质的前提下 能大大减少机身和配套镜头的体积以及重量 提高了便携性 假如这个数码相机在玩普及十年 那么这个APS-C胶片相机就很有可能成为主流 很有可能在2015年左右取代全画幅的这个系统 自然也就会有大量的APS-C标准的镜头 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如果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在晚十年推广数码相机 这个APS-C画幅的机器 有可能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相反 那个35毫米的全画幅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成为特需产品 很可惜 这个历史上没有如果 因为这个APS胶片系统 它生不逢时 上市不到五年 也就是说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普及型的数码单元相机 佳能第三零就上市了 就宣告了胶片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时 此时各大相机厂商 也就相继停止了 APS-C胶片系统相机和配套镜头的研发 结果这个全画幅的数码相机也就成了主流 在后续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上也有了更大的投入 产品应该说也更成功 更成熟 市场的拥有量也更大 这个半画幅 APS-C呢 也就被自然而然的边缘化了 然而随着电子成像技术的进步 今天的半画幅 它的成像能力 很多都已经超过了老一代的全画幅相机 尽管如此 这个半画幅 很多人还叫它残伏 也就是因为这个字 也就是因为这些习惯 所以半画幅相机 一直被忽视 一直被诟病 而实际上它已经很好 我个人认为 半画幅数码相机 完全可以满足摄影爱好者 甚至专业摄影工作的需求 我不否认 全画幅相机更好 但是综合能力已经严重过剩 再加上它的价格 它的体积 以及重量的问题 本质上并不是最科学 最实用的机型 但是今天 特别是以索尼半画幅相机 为代表的更多的半画幅机器 镜头群已经相当丰富 体积小 重量轻 而且价格也便宜 是很多摄影人 摄影爱好者 更科学的选择 我本人实际上是 全画幅相机用户 也是双击 加上大三元和两个定校镜头 一个大相机包装的满满的 有二三十斤重 再加上无人机 成了我很大的负担 后来 因为视频的需要 因为对焦 也是因为轻炼 所以就反向升级到了 索尼半画幅 目前再用的是一个 FX30主拍视频 一个阿尔凡6700主拍照片 双击五镜 互相补充 一个小箱 就能完全带走 我拍过专题 也拍过婚礼 拍过风光 拍过人像 没觉得不够用 再加上后期软件的升级强大 这个背景计划 噪点控制 都变得轻而易举 因为小 因为轻 更多是因为够用 我选择了半画幅 从这个发展眼光看 将来 如果对照片有更高要求的话 我也不打算入全画幅 那个中画幅 大画幅的高像素和高画质 才更有意义 视频的话 这个APS-C半画幅 我认为就已经足够 我的账号里边 所有的视频 都是用半画幅相机拍摄的 视频里 也聊过一些相机的使用体验 需要的话 可以回去看看 这就是我对数码相机 对画幅的一段认识 不妥的地方 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今天就聊到这 再见